那我们一起念佛求生净土 用真诚心就能感动对方 心不真诚 企图侥幸 你这些冤心在主不会原谅你 真诚心能够化解 请问出生死后 该如何处理 是否也需要十二小时的祝念才能搬动 你这个问得很好 很难得 出生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人对着人生执着很严重 我想出生神一般减半就足够了 佛告诉我们 人在死后之后至少八个小时 不要移动 因为它神识没错 那我们想一般出生 尤其是小动物 越小的动物它走得越快 像这些蚊虫蚂蚂蚁 云飞软动的这些小动物 你应该得给它念个十几分钟 顶多半个钟点足够了 如果像牛羊 猪狗这些大的动物 你给它念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不必要像十二个小时 下面第十一个问题 这是弟子家 家乡 布林黄河 每星期都有放生 有几个问题 请教老法师 第一个 现在放生的鱼类 大多都是人工饲养 并且黄河水受到污染 并不适宜放生 尤其是讲 这不是放生是放死 但也有人讲 总比被人杀死强 还可以做三归一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佛法讲的 用心不同 如果我们的善心 放生之前 给他做三归 给他念佛 劝他 归一三宝 劝他归一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诚的愿 也能够跟他 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就这么做是正确的 是好的 至于水污染 不适合这个水族的生存 这个要考虑到 你要找适当的地方 去放生 实在找不到呢 那就没有法子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放生呢 是越来越困难 在国外也不容易 国外是水清洁的水 他不让你放生 为什么呢 你染无了水源 那政府有精灵 不需苦 所以现在我们换一种方法 就是 尽量劝人 护生 劝大家有爱心 吃素 吃长素 不杀神 爱护众生 这是好事情 那么提倡呢 做饮 这个餐业的 这些朋友们的时候 都开素食馆 全人吃长素 素食馆里面呢 还播放一些英国的故事 甚至前贤的佛经 他进素食馆的时候 给他这个机缘 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 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那么大量的应送 关于爱护动物 这些书籍 像冯自开的 这个护生画集 我们就印得很多 这个都是 劝导使人求 不吃重层肉 其次一个问题 他水中的泥丘 生命力比较强 容易存活 因此大家买泥丘 放得多 结果是泥丘的价格上涨 抓泥丘的人也增多 有人认为 放生带来更多生命被抓 这是毁坏生命 但是我们不买来放生 就会被人杀掉 到底怎么办 这个要由智慧来处理 放生是好事 你不要定的日期 我哪一天走发会了 通知这些补鱼补虾的人 说我要放生了 你们大量去补 这个不是放生 这是杀生 这是害众生 这些补啥的时候 他今天有生意 他拼命去补 多赚一些钱 就是错了 放生 是不定期的 也不是可以的 佛教我们放生 你平常到市场 你去买菜 偶然发现 有活的这些动物 你细心观察 它能活得下去 你去买它 如果它受了伤了 它活得不久了 你就给它念三皈依 你就给它念佛回向 为什么呢 它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所以得有智慧 否则的话 那就变成古德所说的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你没有智慧 你的慈悲反而造成祸害 让这些人到处去抓 这就错了 四随寺庙在庙会的时候 不要放生 不要在寺庙的庙会 为什么 这是那些 抓这些动物的人 他们注意的交调 哦 你们常常庙会的发生 只要有庙会 那一天是 大听道 就拼命去抓 所以这是错误 放生还是不定期的举行好 但还有一个问题 它有些居士 在水库放生 其他人认为 是死水容易被人捕捞 坚持到黄火放生 意见不至 不一致不一致 该怎么办 水库 说再讲的是 这中国法律 我不知道 外国是绝对不许过的 外国在水库放生 人无水源 要受法律的刑罚处分 所以现在放生 是越来越困难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劝人吃素 劝人决定不能杀生 多跟大家讲佛法 多跟大家讲因果 这个是现前社会 我们对于互生的一种方式 底下说 在道场修行 应如何才能尽快 往生极乐世界 真的要尽快 佛经上有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